原标题,曾击落过F1U,印度快有2000增援前线,巴基斯坦空军不可轻敌尽管巴基斯坦方面,很快就表明态度,希望控制局势升级。 外上也表示,愿意释放被击落的印度空军飞行员,不过,从实际情况下,引发双方都在备战,印度海军那维克拉玛第2号航母已经出港,史上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,卡拉奇目前已进行灯火管制,中国制造的LY80防空导弹也出现,防备可能的空袭,维克拉玛第2号上搭载的是俄治米格29K舰载战斗机。 与此同时,鉴于米格21BIS-ON战斗机,并非JF-17小龙的对手,印度空军也在向前线增援力量。 据印度空军消息人士称,27日凌晨,越近空袭的幻影副两阶战斗机已经增援到前线。 至于更先进的苏-30MKI,作为一款重型远程战斗机,其部署又稍后一些。 相比巴基斯坦空军的王牌,美制F-16战斗机,幻影副2000战斗机,被认为虽然在多用途。 能力上稍弱一些,相比F-16,相比米格29就要强多了,但空战性能要更强。 这一点已经被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空中冲突证明,希腊幻影副两阶成功击落了土耳其F-16。 巴基斯坦空军,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获得F-16,主要目的是对付不断侵犯希腊空的苏联和阿富汗空军战机,尽管当时的F-16AB不具备超市区。 空战能力,但优秀的近距格斗能力,让其击落了大量苏联和阿富汗空军战机,包括当时驻阿苏军最先进的米格23,目前巴基斯坦空军的F-16,更多的是更先进F-16B-LOCK-505-2加,更偏重对地攻击性能,加装了机被电子战舱和宝型油箱,加强了结构强度,即挂载更多的弹药。 尽管换装了推力更大的发动机,但机动性还是略有下降,不过,更好的空空导弹和航电设备,使得其空战能力依然总体提升。 印度购买幻影-2000,被认为主要目的,就是为了压制巴基斯坦的F-16,在法国的帮助下,最初的幻影-2000H,已经升级到幻影-2000-5兆K2标准,空战能力和对地攻击能力,均大幅提升。 不过,由于政治上的原因,幻影-2000的销量,也不如F-16和米格-29,就导致麒麟配件供应存在一定困难,维护费用更高。 印度空军的幻影-2000也是常出事故,一旦遇上巴基斯坦空军的F-16或者JF-17,幻影-2000的胜算被认为更高一些。 当然,这是在踏出印巴双方飞行员和战术制定方面的因素。 根据公开报道卡,美式训练的巴基斯坦空军在技术上要更强一些。 不过,近年来与美国走近的印度,尤其是不断与美国空军交流的印度空军,对F-16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。 总之,遇上印度的幻影-200,0,巴基斯坦飞行员,还是要万分小心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